在这里不仅有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续养梅花鹿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鹿产品营销集散地 那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西风县鹿绒的交易市场 让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就这么一个小地方会成为鹿产品的大本营 你好 咱们这是在挑什么呢 鹿绒片 挑鹿绒片呢 咱们是按什么挑啊 按乘域大小老嫩 按大小和老嫩 我们这些鹿绒片是不是都加工好的呀 对 这是加工好的 我看这忙活半天了是吧 对 咱们现在挑的是什么鹿绒片呢 这是红粉 这是白粉 现在就是把红粉和白粉就分级开呗 对对对 这一天大概能挑多少斤 太好了啊 能挑的50公斤吧 50公斤的呀 真不少啊 红粉和白粉是鹿绒交易市场最常见的两种鹿绒切片 红粉是带血鹿绒切下来的 白粉是排血鹿绒切下来的 两者功能效果没有什么不同 但营养价值上有所区别 在出售的时候 鹿绒片的等级不同 价位也不同 一整根梅花鹿绒只能泡酒 但是把梅花鹿绒切片后 不仅可以泡酒 还可以泡茶 熬粥 甚至可以成为火锅底料 发展鹿产业不能只靠养鹿 要做好鹿产品的精深加工 充分的靠近市场 你好 我看我们家卖这么多鹿绒片呢 对呀 我家是专门进行鹿绒片的 专门进行鹿绒片的 那我们卖的最好的是什么鹿绒片 就是鹿绒的蜡片 蜡片 这个叫蜡片是吧 这个就是梅花鹿蜡片吗 对 花鹿蜡片 花鹿的蜡片 它是这个绒 它就是绒 最尖部分的绒 最尖部分它就是要蜡片的 这个是我们那个鹿绒的 就是我用它加工切出来的片 每只鹿绒只能切三到五片 所以它非常的贵 每只鹿绒只能切三到五片 算这么少 西风特产梅花鹿绒 是鹿绒中的极品 也是目前销售最贵的 鹿绒片的位置不同 价格也不同 整支鹿绒的切片 从上到下 一丝是 蜡片 白粉片 黄粉片 红粉片 鞋片 鹿绒片 是越往肩上的部位越好 蜡片 是选择鹿绒的顶尖部位 切片而成 内置细嫩 色泽辣黄 精如蜜辣 品质最优 因此价格也最高 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孕育了丰富而高品质的鹿绒资源 梅花鹿绒 是梅花鹿雄鹿的嫩角 我国在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规定的梅花鹿绒为正品药材 但由于梅花鹿绒来源不俗 而价格昂贵 混淆品和代用品 在国内的中药原市场屡见不鲜 真假梅花鹿绒如何鉴别 梅花鹿绒具有什么特点呢 那么梅花鹿绒在商品上分二杠 具有一个分支的叫二杠 或三叉 具有两个分支的叫三叉 那么它主要的鉴别特征有三点 一它整体的形状是圆柱形分支状 第二点特征就是它皮的特征 皮的颜色那么是红棕色 第三点特征就是油毛的特征 在这个表面长许多红黄色和中黄色油毛 油毛越密说明它的质量越好